然后咱们今天呢 就是在他们这家 他们这家的话呢 可以说这个蓝红的种类 还是挺多的 挺提前的 但是他们这边的话呢 很多都是这种挂件 你看到没 满色满肉的 冰飘的 这是冰飘 但是冰飘的话呢 它的这种题材 就是感觉比较单一一点 看到没有 这是树叶 这是金鱼 这是乳一 鹅 其实这种鹅的话呢 做的还行 这个有点偏大 女士们戴的话呢 就是像戴这种 稍微小这么一点 稍微小一点的 看着比较舒服一点 这种感觉 而且呢 它在这个鹅的头部 这一块正好呢 是有这么一点肉质的 红女当头 也可以 这么说也行 但是他们这种做工 都是属于纯手工的雕刻 南红冰飘的东西 它很多呢 都是利用巧色巧雕 然后后边还有这种牌子 这是楼空的 洗伤没烧的这么一个题材 那么楼空的 这种它就是属于冰底 冰飘 然后这是自然光 下边看那个效果 但是它的这个色子感觉一点偏 偏 暗 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是得看个人演员呢 有人喜欢这种冰飘 有人喜欢这种蓝红 这种满色满肉的 这是得根据个人的眼光 去看这个 然后像后边这种 其实这个来讲的话呢 它的这个花纹特别漂亮 满色满肉的东西 但是这种东西 它有的 它是 里边会存在一些这种 清裂的效果 毕竟 这种蓝红啊 无论是满色满肉的 还是冰飘的 里边 预制的话呢 就是比较脆一点 它的硬度不是很高 达不到那个 啊 山料或者是 嗯 籽料的这种硬度 看了没 所以说 呃 南红他做 这个挂件的 就是比较少 一般都是做手串的很多 这是串啊 把项链女神链妈妈链 这是满色满肉的一些挂件 还有手把件 这是用拙心料做的 手拙心做的这种 嗯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先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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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